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叛徒 不可能 楚禄不会背叛我的 我说过楚禄要背叛你吗 你是不是太过偏执了 是你说的 他现在很焦虑 很纠结 那他应该先告诉我呀 他为什么先告诉你了呢 他告诉你了 就是背叛我了 他怎么能先向别人倾诉呢 怎么又哭了 谁哭了 谁哭了 我哭了 我哭了 行吗 这就对了 你要控制好情绪 我来帮你仔细分析分析 楚禄呢 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上次去北京比赛 受欢迎的程度你也看到了 嗯 他唱破了高音 我还鼓励他来着呢 他在我心里就是全世界第一 对 你做得对 咱们接着分析啊 他这个嗓子 是注定要走向更大更专业的舞台 这个舞台 大到你无法想象 这么跟你说吧 现在位列歌坛之首的大明星 牛不牛 帅不帅 厉不厉害 高不可攀 遥不可及 未来的楚禄 是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一定会超过它 我 想想我都要醉了 你不能醉 你要保持清醒 你得清醒的看到你的未来 我的未来 对 你呢 没什么文体特长 摄影还行 成绩一般 但考一本不行 我 我对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啊 我爸说 让我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考不上一本 那就读个二本三本 毕业之后 就去报社接他的班 当个小编辑什么的 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儿了 怎么了 你想想啊 你 一省会城市的报社小编 楚禄 中国乐坛 乃至世界乐坛的巨星 这样的匹配现实吗 你们俩能走到一起吗 平凡的小编 和伟大的明星 能取暗其美吗 这么想啊 是不是觉得有点崩溃 哎 怎么又哭了 你还是不是我朋友了 你伤到我心了 背影曲目最少得准备五首 这么多首 我们能反常五次 用不着吧 有备无患吗 直到半小时 是不是又被哪个小女生缠住啦 是不是又被哪个小女生缠住啦 噌 你呢 好